猪二八是川南一带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 它的做法跟包饺子有点类似 就是用米皮包裹馅料做成 又有冬笋牙菜馅 红糖 酥麻馅等很多口味 在江阴县最南端的洪桥镇 有二三十家猪二八店 其中有一家小店生意非常火爆 忘记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一万多个猪二八 老板蒋大姐特别注重品质 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市场选购原料 她对于食材的挑剔程度 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好 老板你好 大姐说你们家的肉是比较新鲜的 她是经常过来找你买吗 对啊 我想讲大姐对于这个猪肉的挑剔程度 是不是比其他顾客要远很多 是的 意义就是这个猪必须是煮的 人家味道嘛 人家味道是比较那么饲养的 饲养的那个 你们这个很干好 然后就是这个粉饰的色 必须要均匀 它这个肉很紧实的嘛 肉很紧 这个肉是很紧实的 然后这个肥的不是很多的 你看这个瘦的 这个瘦的它都没有水的 你看一看 每次买完肉 蒋地平都会先剔除肉筋 用热水将肉洗干净 为了保证肉馅的颗粒感 她经过反复试验 发现猪肉在搅肉机里搅五遍后 得到的颗粒大小才刚好合适 蒋地平对食材的用心可见一斑 离开菜市场 我们跟随蒋地平回到店里 蒋地平告诉我们 猪尔巴看似简单 但制作过程非常讲究 很多工序只能依靠手工 其中红糖酥麻酱制作起来最为复杂 像这个就是酥麻籽 它的个头和芝麻差不多大 结果炒出来出的里面很香的 很香 很香很香 这个籽真的很香 闻上去感觉有点像香油的味道 酥麻籽含油量比较高 富含亚麻酸 具有消痰 润肠 平喘的功效 酥麻籽炒熟后 需要先用十九磨碎 不能太用力 不能太用力 太用力了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出油 出了油就不香了 就不好吃了 手指不能太到 但是又不能够太 不用力了又不能把它研磨 其实研磨之后 它的整个颜色就变成黄色的了 它里面的粉末出来了 我来拿一个起来 研完之后 它这个就成黄色的了 香香的这个就出来 借助十九粗糙的内壁 将酥麻籽磨碎 用力既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全凭手感和经验 因为热道工序 只能依靠人工费时又费力 现在很多店里都买不到 红糖酥麻下的猪耳拔 像这个酥麻籽研磨到什么程度以后 就差不多可以了 就是百分之九十都是这个磨 百分之九十 我能拿起一点 看一下吗 对 现在这个程度还不够 对 为什么要百分之九十呢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不把它全部盐成掉吗 对 那个就是留这个颗粒 然后就是客人吃的时候 吃到口嘴里面的时候 它就撕一颗一颗了 然后自己把它浇去 然后那个颗粒 然后浇出来很香的 磨好的酥麻籽微微泛黄 香味浓郁 看上去松散而不油腻 碎末之间灵性地夹杂着一些 完整的颗粒 研磨酥麻籽 只是制作红糖酥麻线的第一步 接下来用刀磨红糖 同样是一个技术活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整块都是红糖 现在这位大姐是在 用这个刀在不断地磨出来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刀 这样的研磨呢 因为这样它就很薄 就是它出来不是就是这个 很薄 很薄就像细薄了是吧 然后等一下我们熬了过猪板油了 它预油它才会融化 制作红糖酥麻线的关键 在于酥麻与红糖均匀地融为一体 红糖必须要用刀 一点点地磨成粉末 酥麻籽和红糖 按照6比4的比例配合后 降低瓶网器中 倒入了刚热好的猪油 随后它趁热将下流拌匀 晾凉后就可以用来包猪耳巴 蒋丽萍从小就跟随着母亲 学做猪耳巴 三年前她开了这家小店 那后来是怎么想起来说 专门来做这个猪耳巴 开着这样的店呢 因为之前呢 我就和我妈妈一直在家里住 接的订单就多 自己就住不赢了 住不赢了呢 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商量了一下 我们自己开一家小店 像他们是卖的是15块 就是一种马上就跟这里的 但是我卖的就是20块银 然后刚刚开店的前半年 一直都在和客户检视 为什么我都会比别人贵这么多 最后她品尝了我们的口感之后呢 都感觉虽然我的贵也是乌有所值吧 蒋丽萍始终坚信 只要用心把猪耳巴做好 就不愁没有销路 也正是对于她对品质的坚守 生意才会越做越好 猪耳巴包好后 蒋丽萍咬正一笼 请我们品尝一下 凉水开锅后 为了防止表皮干裂 要往上面浇一点点凉水 盖上锅盖继续蒸十分钟 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耳巴 就端上了猪 我觉得蒸好之后的猪耳巴 看上去比蒸之前要更好看了 均匀剔透的 我们来尝尝红糖馅的 我觉得整个猪耳巴吃的口感 跟我们平时吃的汤圆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外面非常的暖弱 而且有一点点黏牙 之前加的酥麻籽 我觉得是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 因为如果没有加这个酥麻籽的话 它红糖和猪油的味道可能就比较浓 就会吃上去有点腻 但是有了酥麻在里面的 对这个香味就正好中和它这个油腻的口感 如今蒋立平的店里除了零售以外 还长期为成都重庆等城市的酒店餐厅供货 采访中蒋立平告诉我们 下一步他打算把手工制作和机器加工结合起来 实行批量化生产 预计年产猪耳巴一千万个 投产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长江边的美味小吃 去年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蒋大姐特地通过微信告诉我 她家卖的红糖酥麻馅的猪耳巴成了爆款 有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跑过去品尝 隔着手机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蒋大姐的喜悦之情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 蒋大姐的生意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来连线一下 蒋大姐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主持人 一年不见了 您店里一年来有没有什么新变化 有啊有啊 现在店里的员工也比去年多了一倍多 有十多个人啊 然后呢 这一年呢 也获得了很多奖项 我带你去看看哦 好 然后这一面都是我们的奖项 就是礼品名小吃 名菜什么系列的 然后我们都换了奖 我看店里的面积是比之前更大了是吧 面积增加了 也增加了一倍的 然后这就是我们新装修的 这个竹风格的雅间 客人呢 经常都是定位才有的 那店面扩大之后是不是生意更好了呢 自从就是远方的家播出之后 其实刚刚播出五分钟的时候 我的手机就一直在响个不停 然后就是全个各地的电话都打进来了 然后呢 因为他们是在百度上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然后就一直在咨询了解下订单 最后我们的订单都爆满了 都是按七次发货的 然后就是按他们订单的时间 然后这样排了下去发货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去年采访中了解到您正在修建自己的厂房 现在投产了吗 还没有投产 厂房已经修建好了 就是正在内装修中 然后呢 就是我猪二八的那个以后呢 就是用机器来包制 那厂房投产之后 具体怎么保证猪二八的品质呢 也是皮包 馅儿朵 然后糯米的糯度都全部都要搭到 如果不到达的话呢 我宁愿不上线 我也不会销售的 之前在您的朋友圈了解到 在年初的时候 您向在一线工作的抗议人员 免费赠送猪二八 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做这件事情的呢 一线人员特别的辛苦 但是呢 我们冷静的力量呢 也很微薄的 所以我就把我们店里的猪二八 我们新的土特产 然后呢 就捐了两万多块钱的产品 通过这件事呢 我的很多客户 威友 他们一眼纷纷联系我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做这件事 大家都有钱就出钱 有力就出力 或者做义工 然后呢 我感觉就是 还是挺值得的 谢谢蒋大姐的介绍 等待一年时间 您的生活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我相信下半年厂房投入运营之后 您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的 再见 再见 蒋大姐所在的虹桥镇 与长宁县毗邻 提到长宁啊 很多人马上都会想起蜀南竹海 在当地有山有水的地方 就有竹林 走进竹林就像走进了一片竹子的海洋 满眼的绿色 微风吹拂 竹叶沙沙作响 现在回想起来 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清爽宜人 近些年当地开发竹林旅游 不少人开启了农家乐 很多食材呢 都是从竹林里新鲜采摘的 其中最受欢迎的要属苦笋 花竹笋 这边是已经发现一个了 发现一个 在这个草丛里面 这个是不是还挺难发现的呀 我看它的颜色 其实跟落叶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苦笋是不是量还挺多的 挺容易找的呀 现在吃完了 不吃太那么好找 多一点的时候就很好挖的 现在是五月底了 那挖竹笋最好的时候 是在什么季节呢 这个就在清明以后 在清明以后 与我们常见的竹笋不同 苦竹的笋又稀又长 周永谦说 长宁仙气候温暖湿润 无霜漆长 加之土层深厚肥沃 特别适合苦笋的生长 中国不少地方盛产苦笋 与其他地区的苦笋相比 长宁苦笋以各大肉厚 清甜爽口而闻名 直接吃就可以哈 尝一尝 甜吗 苦吗 哇 一点都不苦 而且水分特别的足 对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么粗的竹笋 它咬进去 其实是非常非常嫩的 对 它刚刚长成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苦笋 看 它的水分 其实当时我这么掰一下 就有很多水分到我的手上 回味甘甜是长宁苦笋最大的特点 因此它又被叫做甜苦笋 周永谦告诉我们 苦笋的根部苦为最大 越往上味道越苦 这里明显感觉是比根部 是要更嫩一点 嫩一点 嗯 也是可以直接吃哈 苦吗 哇 非常的苦 比苦瓜还要更苦一些 它这个苦笋跟苦瓜 一个差别就是 你把它咽下去之后 它嘴巴里面是有竹子的清香的 对 那像你们当地人吃的话 是比较喜欢吃竹尖 还是吃竹根 不吃甜的部分 然后那个部分就不要了 苦笋每年只有春天菜要 所以每到这个季节 人们经常会来竹林里挖笋 苦笋几乎是家家户户 饭桌上最常见的菜要 那阿姨您平时做这个苦笋 是怎么做呢 我家里来客人 看他们客人怎么做 您家是经常会来客人吗 农家乐啊 农家乐 您家开了一个农家乐是吗 是啊 一般客人来的时候会向您点菜 然后点什么菜 您又做什么 半个小时的时间 黄显芬就挖了十几根苦笋 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做 品尝一下用苦笋做的菜肴 黄显芬的家位于梅栋镇泽宏村 从山上下来 一幅宁静的田园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 村舍沿映在翠绿的竹林中 房屋大多是白墙黑瓦 与周围的环境非常协调 跟随黄显芬 我们来到了她的家 黄显芬要先为我们做一道 当地人常吃的酸菜苦笋汤 酸菜炒了 放水 哇 这个酸菜光闻一闻 就觉得味道特别地重 这个酸菜也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吗 自己做的 这个汤要放这么多油在里面吗 放一点 因为它这个油是会去这样 这样吃去挖的 里面有什么大一点 如果这样少一点也可以 多一点一点 当地人制作酸菜苦笋汤 许喜欢用猪油 这样做出来的汤 香味更加浓郁 黄显芬用花椒和姜片爆锅后 又倒入了酸菜 先放酸菜炒过 为什么要先放酸菜炒一下呢 酸菜炒过 这个油煮了那个汤 香 汤就炒 吃得出来的酸菜 我也知道 炒起来都变样颜色了 而且一放油 经过这个高温以后 味道比刚刚闻起来 更加浓烈了 酸菜炒香后 加水用大火煮几分钟 这样酸菜的酸味 才能充分地释放到汤里 那这个苦笋放进去 因为我们刚刚品尝 这个苦笋里面 是含有一点苦味的 它会不会影响 这个汤的口感呢 这个苦一点 煮出来才有 这个汤味才挺好的 比较清热的感觉 在当地 人们喜欢用苦笋煲汤 除了酸菜苦笋汤 还可以做成苦笋鸡汤 和苦笋排骨汤 苦笋煮上三四分钟 黄咸芬往锅里 加入切好的猪肉 待水烧开后 酸菜苦笋汤就做好了 之后黄咸芬又做了几道菜 不一会儿功夫 一桌热气腾腾的农家 全主演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个是竹笋汤 这个也是苦笋烧肉 这个是青草竹笋是吧 青草竹笋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我们家乡说 叫黄疤 黄疤 那个竹壳包的 竹壳包的 竹壳是哪一部分呀 竹子生了个笋 笋子 它就长大 长大了 那就要推成这个叶 笋子长大之后 下面推的那个叶子 用来包这个黄疤 这个叶子就把它 先尝尝这个苦笋 来 没有那么苦 还是有一点点苦味的 但是这个苦味呢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是很香的那种苦 喝一口这个汤 我觉得就是吃一口这个苦笋 嘴里面 在它还没有回甘之前 喝一口这个酸酸的汤 就觉得这个味道 中和的特别的棒 黄浅峰和刘永县 有两个孩子 都已成家立业 过去家人就靠 鸡母竹林和水田为生 生活并不富裕 近些年 来竹林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夫妻俩就在家里 看见了农家乐 那现在客人多吗 春天就旺嘛 就觉得旅游的人就多 那最多的时候 一天能来多少拨客人 一天 一天来过几十桌也来过 几十桌 那这个农家乐的收入怎么样 农家乐的收入 看人多的时候 那年那段季节就挺好的 一年还是几万块钱嘛 不多的我们也不说 也不说 没有那个汤汤 那个西藏 采访中黄显芬告诉我们 村里正在修建宾馆 进城后 前来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 人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 黄阿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 黄阿姨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 今年竹林里的苦损长势怎么样呀 今年竹林长得很好 挺多的 比去年都还好 那现在这个季节 是不是竹林里都没有苦损了 很少了 现在竹林都长成竹子去了 现在这个季节是竹林旅游的高峰期 今年的客流量怎么样呢 就是还好 就是说那个游行在这里嘛 比去年就差了一点 慢慢就好起来了 以前那段时间没有人来 现在来的人就慢慢都多了 一天中午也有 上午也有 下午也有人来了 那过去一年村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呢 现在还得搞那个建修嘛 还得搞这个我们那个民族客战都搞 都维修好了 现在很快就搞好了 去年我们拍摄的时候了解到村子里面的宾馆 刚刚开始动工 现在是已经快建好了是吗 宾馆快建好了 有人来的时候就可以 可以 可以住了 以前来吃了饭就走了 嗯 相信村子里的宾馆建成之后 旅游的接待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 那随着客人越来越多 您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呢 就是客人来多的时候 我们家里就变过了 我们还要把房还要建过 还要搞去那个 别人游客来玩的地方啊 还要搓茶呀 打牌呀 这个地方我们都准备搞 谢谢华阿姨的连线 我相信随着村里发展旅游的条件 越来越成熟 人们的生活也会更上一层楼 再见 谢谢 再见 远方家试日组 曾经三次到访过宜宾 每次拍摄都能感受到 人们生活的新变化 近些年有很多像蒋大姐 华阿姨这样的当地人 他们充分利用和发掘 家乡的特色资源 通过自己的努力 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也真心希望 长江畔的这片土地越来越美 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谢谢大家